大家好 去年给大家发布过我这棵 就是蟹角兰嫁接新年长的植物兰 当时嫁接的时候 它嫁接了蛮多的 然后它就嫁接成果最初就是撤株 那么今天主要讲的就是给它撕肥 因为它这里已经长出了很多花苞了 所以一定要继续给它补肥 如果不补肥的话 它这个花朵就是花苞 也是比较容易的脱落的 那么给它补什么肥好 最好是补一些营养液是比较好的 我这一棵 我一般我都是使用这种AM盐露 给它补用的 这种AM盐露里面所含的 有益菌乳酥菌酵母菌成分是比较的多的 咱们可以稀单的给它用一些矿泉水 给它适当续续浇灌 就给它大概一个月或者是20天 给它浇灌一次 咱们可以稀单的给它倒点进去就可以了 大概一瓶盖左右这样子就可以了 这样就满足它的生长需求了 然后直接给它浇灌就可以了 这样就避免它出现一个花苞掉落的现象了 然后它吸收了这种AM盐露之后 它自然就生长得比较的饱满的了 开出的花朵也是比较的鲜艳比较的大朵的 所以花友们 如果想要家里嫁接的一些蟹爪栏 生长得比较的旺盛的话 不妨去弄一瓶这种AM盐露 给它对水细续浇灌就可以了 就是刚才说了一个月到20天给它交换一次 现在就可以很好的促进它的快速生长了 好了这期节目就简单的跟大家分享到最难 好下期再见